Switcher就像人用手指去開燈和關燈一樣 它代替人的手指 用摩托帶動的按鈕 向左邊就是關燈 按鈕就會跟著指示開燈和關燈 這個概念的靈感 來自很實際的生活問題 就是不想爬起來關燈 他們會堅持實用的設計 價錢亦都很相宜 一個只是賣27美元 只要很簡單地把儀器放在原本的燈鍵上面 就可以用手機控制開關 對於有養寵物或者行動不便 還有經常要外出的人 對他們來說 生活上可能只是因為開燈這麼少的事 已經引起很多麻煩 因為你要走過去觸碰燈 有時會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用我們的產品去解決問題 要一班學生把發明商品化並不容易 但他們的信念和大無謂精神 可以克服重重困難 我們幾個合夥人 有一次 有一個說平時開燈熄燈很麻煩 然後另一個合夥人 就落手 在一天之內 做出我們的產品圓形 可以用這部機器幫忙 於是我就跟他說 不如我們真的做這件產品出來 就是這樣 我們三個在去年11月開始 正式展開這個計劃 他們不單止自己救私 還跟其他人分享 他們把產品放上網和流動平台 收集公眾意見 影片放上網之後 在我自己臉書上的朋友 大部分的人看到之後都覺得很好 反應比我們預期的好 於是就覺得 原來這個不僅是我們覺得 其實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個產品很有用 我們肯定這個產品有得做 於是我們一路設計 一路放多些影片上網 看看普羅大眾的反應如何 看到他們的產品之後 很多人想幫他們設計和推廣 他們這盤生意也終於開始成形 但是世事沒那麼容易 因為缺乏經驗 他們在商品化和籌務經費方面 一籌莫展 因為所有事情都沒試過 所以都很困難 始終學生只是懂得上學 要實際這樣製造一件商品出來 而不是學校的功課 而且還要大量生產 有很多是跟我們讀過科 沒有關的新知識 所以真的不容易 而且要創業 我們其實缺乏要開公司的資金 沒有人投資 就是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不斷解決當中出現的問題 資源也很有限 所以要很有創意 因為用慣常的方法會貴很多 於是他們上去網上籌款平台 很多新公司在成立初期 都是去這些平台籌務經費 因為產品簡單易明 所以很快就籌到經費 他們還打入2015 K-Global Startup的最後45對創業團隊 這是政府培育和推廣新公司的計劃 推出第一樣商品之後 他們計劃擴展概念 繼續研發一些方便又便宜的 家居電子儀器 我們想製作一些儀器 是可以用智能電話遙控 我們想繼續發展我們的設計概念 所以之後我們準備推出的商品 都會是大家懂得用 價錢合理 而且是真正有用的新產品 這是我們公司希望可以做到的